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你是否有很好的点子 但是很苦恼 不知道怎么上达天厅呢 不知道怎么让长官接受跟采纳呢 那本周的主题呢 是职场上 我觉得应该是超过九成以上的人 都会有兴趣的主题 就是怎么做向上管理 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 应该都还是有个上司 除非你是公司的创办人 但是如果你是创办人 你可能回家还是有一个老板 那可能就是你的配偶 总之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职场上 不管你当到什么长 你可能上面都还是有一个长官 所以怎么样做向上管理呢 的确是在职场上非常务实的话题 所以经过了过去一段时间 一直也有一些听友呢 我们的听众呢 反映说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这一周的主题 就设定为向上管理 那么今天呢 已经是礼拜三了 所以我昨天前天已经分享了 一两篇哈佛商务评论上 很棒的文章 那今天呢 我选了另外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我刚刚一开头的破题 就是让你的好点子上达天厅 就是说怎么样让你的意见呢 可以让长官接受 那对组织是好的 对你也会是好的 那么这一篇文章的作者 是美国德州大学 Austin校区的麦康斯商学院的 一位教授叫Eason Brass 他所写的 那这篇文章呢 是发表在今年的一月号的 哈佛商务评论上 所以这篇文章也算是蛮新的 那文章一开头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其实许多人 常常都有一些很棒的点子 比如说改善一项产品的设计 他觉得这样做 可以节省公司的经费 或者是变更一项流程 可以提高团队的生产力 或者是说 可能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可以避免某一个危机的产生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工作者 在他的职场上 在他的职位上 他可能都发现了一些 可以改进的地方 可是呢 他们没有机会表达 所以蛮有趣的 这边有一项研究 这篇文章指出来的 引用的一篇研究 就是针对美国的员工的 意见调查发现 就是70%的员工 他们即使心中有一些想法 他也不愿意向上司提出 可能没有那个环境 可能没有那个机制 或者他也没有那个安全感 那么他这边还引用了 另外一份调查 是蛮久以前的 是2003年 但是这份调查 作者认为说 到今天来看 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 就是说85%的员工 会隐藏他们的想法 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敢说出来 他怕说出来之后 长官不但不会听 而且可能还会留下一些 不好的印象 所以不敢说 或者觉得说了 别人可能会误会他 或以为他爱秀也好 以为他找麻烦也好 以为他在抱怨也好 总之就是85%的人不敢说 隐瞒想法 是因为他会害怕 不敢说出来 另外呢 也有蛮多的研究显示说 就算员工真的敢说 或者是我们很多公司 都有那个制度嘛 意见箱制度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 就发现很多公司 都会设立一个意见箱啊 提案制度啊 或者你不敢讲 你也不敢自己发email 你就写投在某一个box里面 公司可能设一些箱子 那你就把它投进去 不过现在比较数位了 或许不再有那些箱子 但是以前的蛮多公司 就是说设一个角落的 一个意见箱 你有想法 你就可以偷偷的丢进去 不要让人家知道是谁 但是呢 就算是你有这些提意见的机制 根据Essentral 一个非常有名的顾问公司 Essentral 他的一项调查 就发现说 75% 也就是四分之三的 很多员工的意见 其实到最后 都是没有付诸实行的 就是说 大家很热心的提案 可是真正会拿出来 用的呢 不到四分之一 这个也是让很多员工 不想提案的理由 反正我提了 你也不一定会用 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 也就是对这个感到好奇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不敢提意见 或者是提了意见 为什么没有被接受 被接受的程度 刚刚讲 只有四分之一不到 会付诸实行 因为这样 长此以往 大家更不想提意见 所以这篇文章的问题 意思就是 为什么大家不敢提意见 或者是说 提了意见 绝大多数的意见 都被丢到垃圾桶里 所以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他这篇文章 就来试图回答 这样的问题 那这篇文章 蛮有趣的 他就点出来说 绝大多数的员工 部署 他们要提意见之前 他只想到他自己 就是我要不要提 我提了之后 会有什么反应 我这样提 对我到底好不好 等等 都是想到自己 所以想东想西 想到最后就不敢提了 那这边说 其实我们要 让自己勇于提案 或者是 让你的提案 可以被长官了解 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的 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 不要自想到自己 还要想到主管在想什么 你要从主管的心理下手 才有办法提出来 想法比较容易被主管 愿意倾听 甚至到时候愿意接纳 所以这篇文章 就提了几个方法 让你可以比较容易提案 以及让你的提案 比较可能被接受 所以第一个方法 就是或者第一个心态 就是不要只想到自己 可能会受到什么伤害 或者是说 自己这样提到底好不好 你要去从主管的心理 跟从主管的态度去想说 主管可能有什么情况 而你要提案之前 你要去想想 主管的心态是什么 那么第一个要了解是说 其实主管 也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主管也有很多 他要担心的事情 你是否又从他的角度去思考 比如说很多主管 他当上主管之后 他就背负了很多的责任 跟很多外界对他的期待 而且他常常也会觉得 我应该什么都懂 或者是部署 也应该觉得说 我的长官应该什么都懂 但是不可能 长官可能也有很多不懂的 所以你在跟他提案的时候 你可能要从他的角度去想 他也是可能缺乏安全感的 他可能也是有很多不得已的 他可能也是 就算是不懂也要装懂的 所以你要是跟他提案之前 你可能要从他的角度去想 所以你应该怎么来说 怎么来扮演这个很好的 这个提案的角色 那这边蛮有趣的 他们有一些科学的研究说 如果你的主管 越缺乏领导的信心 跟管理的信心 他接受员工的意见的包容度 就会下降 所以他这边有一份研究说 如果五分的两表上 代表着主管对自己的信心 对自己领导的信心 如果满分是五分 那每下降一分 五分到四分 四分到三分 三分到两分 每下降一分 主管愿意接受员工的意见 的一些改善的建议的可能性 就下降了35% 这蛮高的 就是说他越缺乏安全感 他越不愿意接受员工的意见 因为他觉得员工可能就是来挑衅的也好 或是来挑战的也好 或是来找麻烦的也好 或者是来抱怨的也好 总之他他越没有自信 他就越不可能接受员工的意见 所以他们也针对了各行各业 不同领域的 也有石化业 也有这个地球工程师 环境工程师 不同的行业的人 做过130位经理人做了调查 所以我发现说缺乏安全感的主管 如果给那些勇于表达意见的员工 负面的评价会比较高 就是如果员工比较 要一天到晚提一些改善的意见等等 他真的会以为这些员工是来找查的 所以给这些员工的负面程度就多了21% 那愿意实现员工构想的频率 也下降了14% 总之就是一个人如果缺乏了信心 或你的主管缺乏信心 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 或者你有这种观察的话 或许你要跟他提意见之前 你要怎么样让主管的信心度 或者是对你的信任度是提高的 要不然他真的会以为你是来找查的 那怎么样增加主管的信任 或者他对你的信任 还是有一些撇步 比如说你就不要再公开场合 人很多的时候就说大名大方 要这样要哪样 如果这个主管不是很有自信的 或者他照得住了 你在公开场合大名大方 其实就很不给他面子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一对一谈 让主管减少这个威胁感 还有你在提意见的时候 提建议的时候 最好是从整体 最好是从解决这位主管的问题出发 也就是说你可能要让这个主管觉得 你很贴心 你这个员工还蛮愿意帮助别人的 蛮愿意帮助他来成就这个团队的任务 所以你在传达这个意见的时候 是站在一个我要帮助 我要帮助你 我要帮助这个部门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是站在这样的角色 而不是在提意见 都是在挑剔的 都是在找麻烦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重点 总之就是你要观察主管的信心 如果他信心不够 你甚至要加强他的信心 而且要让他觉得说 你是善意的 你是对这个组织是正面的 你是愿意帮助他人 帮助这个主管的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主管比较可能接受你的意见 那第二个呢 他也蛮有趣的提出一个观点 这个我觉得我还有这样子想的 他这个观点是说 我们通常会提意见呢 会有两种角度 一个是说 我们这样做会比较好 做采取什么新的做事会比较好 第二个是说 我们这样做可以避免什么问题跟错误 那他这边提的意见呢 是说你要让长官更能接受你的想法 最好是你要不就此财正面表列 就是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什么好处 要不你就采取负面表列 就是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避免哪些哪些风险 跟哪些哪些可能的错误 你不要正面讯息跟负面讯息一并讲 变成混合的讯息 那他说如果是混合的讯息的话 被主管接受的几率就会下降很多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做实验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 或许是讯息太复杂了 到底要听正的还是反的 还是一下子给太多 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麻烦 那算了 所以就说你要不就只可以 怎么样会更好 要不就是怎么样可以避免错误 二选一 不要给混合的建议 这是第二个重点 那么第三个重点 你一定要事先想到可行性 这个很常见 就很多人就会大名大放 提很多建议 可是从来都不去想说 你这个建议实在要花很多钱 或你这个建议 是同意没有人做到 为什么凭什么我们要做到 或者你这个建议 根本要招募很多人 也没有这样的资源 所以能力不够 资源不够 或者是条件不够 技术不够 各种实行上的困难 你要事先想到 你不要提了一个意见 人家问你三句话 那我们要花多少钱 结果要很多钱 那效益怎么样 可能达到的效益 还抵不上你花的钱 所以你还是要从 你自己从主管的角度去想 你的建议好不好落实 实行容不容易 会不会反而另外找麻烦 那你这个就要避开 所以千万不要提一个天方夜台 提一个好像天上灾星的计划 就是很难做 那当然就被打枪 被接受的程度 当然就会下降很多 那这边当然也举了很多例子 他说为什么同样是 他这边举了好几个 跟医疗相关 某某护理师他提的案被接受 某某人他提的案又没被接受 那就是因为A提案 他都已经事先想到 要实行这个提案的困难度 以及他可能达成的效益 他都想得很清楚 B提案只想了一个 我们应该这样做 但是要动用多少资源 以及可以达到的效益 都没有事先想 所以当然他那个提案 就没有被实现 没有办法执行 这是第三个建议 那么最后一个建议 就是要善用同事的力量 他这边也有一份调查 就是说60%的员工 他在提案之前 他在直接去找主管谈之前 其实都没有在询问过 他的同侪的意见 他同事的意见 所以就单枪匹马的去提案 那如果说你任何一个提案 要跟长官提之前 你可以先跟你的同事讨论过 你的同侪讨论过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 你的提案是不错的 那如果是可以的话 那再一起去跟主管谈 那这样成功的几率 也是比较高 这代表是比较多人的共识 那当然如果说 你的同事当中 有某某人可能 比如说他地位比你再高一点 他的说服力影响力 又比你再高一点 你也可以透过那个人去表达 那前提是你的credit 不会被吃掉 这个你要很小心 就是你把你的创意给了一个 在组织内比你更有影响力的人 透过他去跟长官谈 也要避免说你的功劳 完全被那个人吃掉 这个你要自己做判断 总之你就是最好不要单枪匹马 去提一个有一点挑战性的建议 你如果可以跟你的同事合在一起去提 那成功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那么第五点就是 你要让主管接受你的意见 你也要看看说这个主管合不合适 因为有些主管事实上 他感觉起来他是在某一个管理职 但是他某些事情也不归他管 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去烦他 他管不到的事 然后去烦他说 他应该再去跟高层说 但是他根本不管那个业务 所以你也是给他找麻烦 所以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某某这个餐饮集团的员工 他发现说 他们在现场工作的人 有的人的资历是比较多年的 可他的薪水低于新进的员工 就是有一些不公平的现象 那他就要找比如说店长谈 或者是餐厅的经理谈 可是餐厅的经理呢 他根本没有在管薪酬嘛 所以你一天到晚去烦他 他也没有办法呀 所以呢他就说 那你就应该要透过合适的管道 去跟真正有影响力的人谈 比如说人资主管 或者是区经理等等 你不要一天到晚去烦那个不合适的主管 然后期望他去帮你提一些什么意见等等 所以向合适的人推销你的想法 也是很重要的 以上五点提供给我们听众做参考 就是我们要向上管理 要让长官采纳或听得到你的意见 还是有方法的 你要了解主管抗拒的背后心理是什么 并且重新建构你的提案的方式 让你的提案的机会可以增加很多 成为更有影响力的人 我也要利用这个机会 跟各位听众分享 哈佛商业评论的线上学院 Personal Learning Cloud 是企业发展组织学习最好的解决方案 从个人成长 团队发展到组织策略规划 让知识落地成为你的能力 极赞力 请到说明栏了解更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订阅